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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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 在今晚的12點半 我們會作一下 這個班尼茅夫 現在我錄影的時間 大概14小時 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們的雙兵情況極度嚴重 尤其是 在中堅的情況 特別嚴重 昨天和大家說了 艾雲斯、華拉尼不可以 連日洛夫不可以 馬天尼斯當然是不可以 所以 九成九都是金仔 拍著麥瓜繼續上 萬一有什麼失閃 就連大家覺得 我覺得踢得中堅的麥湯 也是受傷的 可能會勞動到 阿卡斯未路 所以 這場球 一點都不容易 而且 班尼茅夫今年 踢得相當不錯 尤其是他們的 前鋒蘇蘭基 不過近幾場 好像 沒有什麼 但是 班尼茅夫的成績 也是不錯 所以 這場球 絕對不容易 但老實說 反而 去到聯賽 這一刻 我覺得 壓力 真的不大 為什麽 有少少 去到無辱無救的情況 因為老實說 之前失了那麼多分 你現在真的說要追 真的那麼容易嗎 後面上來的那群 有些機會 追過我們 但又不是很大 因為我們是海鮮波 輸一場就贏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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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過勢 所以 我們現在在聯賽第六位 這個狀態 其實都頗 可以叫做穩固 但又上 又穩固 下面那些追上來 又不容易 因為 車路士跟我們一樣 又是 可鮮波 巴黎頓 貴貴都是這樣 去到季中季尾 就開始離了 而且他們 可能已經組織中 罵人的狀態 韋斯咸 暫時還要兼顧歐洲賽 不過快出局 看樣子 所以 簡單來說 我們自成一角 但球員 究竟的心態如何 我回答不了你 尤其是 坦克現在 都可以叫做 我回覆背受敵 因為大家都覺得 他是不是要離開 他死定說自己不離開 但最慘的是 通常說不離開的人 最糟糕了 所以 不過說真的 我也是那句 我個人覺得 站著一個管理的立場 坦克應該先留下一屆 第一是給他一個機會 第二是 管理層都亂個世家人 如果連領隊都換起來 這群球員很難管 無論誰來都好 所以今晚這場球 平常心 我應該找到辦法 麻煩你 有位巴友 很有心 有位巴友 昨天又很有心 你是不是找不到地方看球 找不到地方看球 我們可以 一起Zoom看 是一個不錯的idea 不過我應該搞定 謝謝各位的關心 與無意外 明天應該有拍特巴角度 即管看看如何 今次來這裡 多謝各位先生的領禮 拜拜 看到這裏 你讚好影片了嗎 還要記得留言 還有介紹給人看 大家和大巴叔叔一起加油 多謝大家 拜拜